熬夜型的黑眼圈好了 它常常會出現的狀態是什麼 其實通通都會濃濃的眼睛下面 對 這麼高興幹嘛 就是第一個 它眼睛會看起來比較垂 就是好像皮比較鬆 它會垂垂的 然後沒有筋深 然後會有好幾條 它的類構不是只有一圈 它是好幾個凹槽疊在一起 然後就是色素沉澱 它通常熬夜型的黑眼圈 它的色素是屬於比較黑一點點 我們說黑眼圈有偏輕 有偏偏 偏偏 偏偏黑的 就是代表它的色素 沉澱之後它的循環很差 它根本排不出去 然後它可以用的眼部產品 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它可以選兩種 很多人都說我要戴黑眼圈 我就選一些美白眼霜就好 其實對它來講不夠 它還要選擇一些 比較抗保緊織型的 因為它現在的眼皮 是有點垂垂的 今天戴了非常多種眼霜 它要擦四瓶 沒有 像這兩瓶的 其實是美白眼霜 然後如果是濃濃的話 我建議它其實可以隨時 背著兩種眼霜 水一濕嗎 一種就是像這個 這叫保濕眼霜 給它補沖水 就是它比如說它早晚 你可以選擇早上擦這種保濕型的 它其實雖然是乳液 但是它推開就像水 對 好水喔 就很水 這個純粹就保濕 可以讓你的皮膚比較有水分 如果真的要解決 它的狀況就要用這一瓶 這可能就是要晚上的時候 感覺有墊的感覺 它叫放大眼霜 放大 就是會讓你的眼睛變大眼睛 對 變大眼睛 一定要有一個功能 就是把你的眼皮塗上來 然後把你的眼睛上下撐開 但是它用的時候 比較特別一點點 我會建議你如果要用 你先把它冰起來 然後我先擠質地給大家看 它就像棉椒 對 它像棉椒 對 然後抹開之後 它其實是有點抖 好像水 很像水 然後帶一點點金黃色 可是很舒服 很舒服 像一波 眼睛閉著 這早上起來一叉就行了 其實也可以 你可以一叉再拿一個冰湯 去按摩一下 沒有 這一碗只有3C 3下 有了 好 我會先這樣薄薄一層 然後先 因為是冰冰涼涼涼的 讓它先冰的大概10秒 20秒 先舒緩一下 好 這時候怎麼用呢 我們先壓 這個壓其實有一點像 血點按壓 先去順暢你的整個循環 那你就利用指腹來壓就好了 從眼頭 往眼尾壓 好扯 妳會唱用心良苦嗎 因為平常自己不會這樣用 所以有點就有點嚕嚕就過去了 我現在幫她做最後的按摩 我這個按法 大家就以為是剪刀手都要按對不對 對 其實有一個訣竅 就是你有你的中指跟無名指 一個壓 上眼頭 一個壓下眼頭 要按的時候先用力壓一下 然後再往 做水晶指甲的人可能沒辦法 不是 指甲太長就沒辦法 然後再往眼尾拉的時候 拉到太陽穴 對 再壓一下下 這最後一個步驟嗎 對 我以為不能拉扯眼睛周圍 其實我沒有拉 你看我是這樣 對 這樣滑過去 就是很順的滑過去 對 它等於是把你的皮膚 延展開來 然後就打開 眼帶 有耶 差太多了吧